巷子內突然碰得一聲 好多民眾嚇得跑出來圍觀 大家看著上方議論紛紛 這時就連警方也到場關切 怎知下一秒 一名男子似乎是從遮雨棚上摔到地面 立刻起身似乎沒什麼事 後來他看著多名員警離開 就連救護車也趕到現場 幸好他的身上只有輕微的擦措傷 沒有大礙 回到事發現場 他當時就是摔在這處公寓 一樓大門的遮雨棚上 整片被踩破也要欲墜 就怕垮下來砸傷人 住戶急著要換心 但這起墜樓意外 鄰居們議論紛紛 因為這個人掉下來的是誰 大家都不認識他 由於掉下來的這名男子 附近的鄰居都不認識他 因此一開始有人以為 是不是遭小偷了 但後來發現 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地點在新北市板橋 堵行路巷子內 警方也不敢大意 著手展開詳細調查 其實這名二三歲的女性男子 他並不是什麼爬牆小偷 但他也確實不住在這 原來六號晚間 他下來這裡找女性友人 雙方一度發生激烈爭吵 過程中他莫名從四樓墜落 摔在一樓的遮雨棚 之後又因為遮雨棚破裂 才又摔到地面 其實有部分的居民 早在幾個小時前 就有注意到這名男子 在附近徘徊 當時看起來確實有些可疑 如今確認他不是賊 但也好險人從樓上掉下來 並無神明危險 TVB的生活政官也信不信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